好,所以像如果家裡有養貓貓、狗狗的建議是怎樣? 如果是養狗的話,像涼感布一帶 或者是這種涼感布的 或貓抓布的,都是ok的 可是就是寵物、貓咪或狗 都是要定期修剪它的指甲 那如果是貓咪的,我們一律都會建議 例如是選這種貓抓布 貓抓布的話,因為有的是它殺現的洞 就沒有到那麼大 它是用毛或是織上去的 那因為貓咪的爪質比較尖銳 它如果這樣勾下去 比較不會有產生勾紗的狀況 主要是貓咪不喜歡抓 才會叫貓抓來護 是,可是我其實自己摸 我就覺得蠻舒服的 對,因為有的就比較輕膚感 透氣性的話也不用擔心 防潑水、抗污都有 這個有防潑水就對了 因為很怕就是寵物會尿尿在上面 這些狀態 基本上是OK的 那如果說你們是大面積的那一種 大量無垢 你們也可以請沙發清潔師 直接盜補清潔 利用大概半天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了 你說的那個狗狗 比較適用狗狗的是量感布 沒有,狗狗的話 基本上像量感布、貓抓布都適用 都可以 因為它的爪子比較粗一點 嗯嗯嗯 它只是就是比較怕髒而已 是 那這種的話 像我們假如說客戶預定的話 時間大概要多久 我們家的話 預定大概是五到六週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那我們工廠都是在新北五湖那邊 是是是 好,那我了解了 謝謝 謝謝